新北地檢署偵辦 板橋幼兒園疑似的未要案 三十六名孩童毛髮送驗 結果都沒有驗出相關的毒物 新北市長侯友宜就表示 由政治人物不斷抹黑 造謠 製造社會對立與衝突 讓家長與幼寶老師產生不信任感 也讓公務人員不被信賴 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政治人物 應該負起責任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則表示 新北市府應該把所有資料 都攤在陽光下 才能夠建立幼兒園跟家長的信賴 在幼兒園的事件發生以後 那新北市政府做了裁罰 甚至把幼兒園撤照 把所有的其他的幼童 安置到其他的幼兒園去 那我想應該把所有的資料 都攤在陽光下 才能夠建立起幼兒園跟家長的信賴 同時也能夠保護孩童的健康 鄭文燦本週一率領經濟產業交流 訪問團赴東京 昨天晚間結束行程返台 侯友宜辦公室 則要求賴清德陣營 在二四小時內道歉 否則將向賴清德 新北市議員戴偉山提告加重誹謗